谢谢大家 马上要颁发下面的奖项了 这是一个 最具影响力的慈乱之心 这个奖项是会表彰身体力行 并以过人的感召力 推广全民慈算 奉献爱心的艺人 对了 来我想的艺人到底是谁呢 请看大屏幕 最具影响力慈善之心 赵威 从环珠格格中活泼可爱的小燕子 到精华烟云中成熟婉月的姚木兰 除了在演艺事业中不断突飞猛进以外 更是用自己独特的亲和力 关怀帮助困境中的人们 作为全国希望疏忽爱心之旅形象大使 他为了渴望读书的贫困孩子四处奔走 在家乡安徽五谷 他设立了赵威奖学助学基金 鼓舞和激励了许多贫困学生 在关注艾滋病孤儿的活动中 他又担当起了义务宣传员 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和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恭喜赵威 请赵威上台领奖 我们这位当年大家非常喜欢的小燕子 如今俨然成为了光芒四射的天使 同样一对翅膀在爱心的空气当中 可以继续地翱翔 是传播爱的天使 是有影响力的爱的天使 有请颁奖嘉宾为赵威颁发这个奖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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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祝我生日快乐 因为再过 我很高兴能够拿到这个奖 因为我是 我自己有一个我自己名字的慈善助学基金 非常非常小 但是从创意到每一个学生的派给 都是我自己去弄的 所以也不太受人关注 但是很温馨 就是每分钱都是我自己出的 我觉得做那种事情会让你觉得非常的 有意义和有价值 然后呢 我也希望就是能够下一次参加你们刚刚那个闪电 那个爱心的活动 我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我希望我也可以能够加入进来 然后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能跟我们一起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 有意义的事情 谢谢 谢谢 谢谢赵威 一言为定 也和我们许下了一个爱心的约定 对不对 谢谢 我们2007年期待赵威的爱心付出 对 其实呢 我想我们每一位明星的投入 和我们每一位工作人员的亲情的付出 真的都是希望能够通过明星的影响力 通过我们电视的影响力 能够构建一个更加和谐温馨的社会 能够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此时此刻 也算是一个问题的一位和我们许下来有个人的投入